出来!出来!快点! 张海楼!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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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戏经男欠六十万,不还还炫富,执行现场标演技藏床底,老赖,我不出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在金钱与诚信的天平上,张海楼一度选择了前者。 身为富豪,他却背负着老赖的名声,逃避法院判决,让债权人孙大姐陷入困境。 然而,法网灰灰,疏而不漏,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终于落幕。 张海楼的故事不仅揭示了法律的力量,更让我们思考在金钱面前诚信的价值何在。 张海楼,这个名字曾在富豪圈中如雷贯耳,代表着成功、权力和无尽的财富。 然而,在法律和诚信的天平上,他却显得如此微不足道,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老赖。 四年前,他因一时资金周转不灵,向好友孙大姐借款六十万,并信誓旦旦地承诺一年后连本带息归还。 孙大姐出于信任和友情,毫不犹豫地借出了这笔钱。 然而,当还款期限到来时,张海楼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孙大姐焦急地等待着,一次次拨打张海楼的电话,却始终无法接通。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诈骗。 无奈之下,他决定将张海楼告上法庭,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法院经过审理后,判决张海楼必须立即归还借款。 然而,张海楼却置若网闻,开始了他的逃避之旅。 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和债权人的追讨,张海楼可谓费尽心机。 他更换了手机号码,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他深知自己的行踪一旦暴露,就会面临法律的严惩。 于是,他开始了四处躲藏的生活,不断变换藏身之处,企图让执行人员无从下手。 然而,天网灰灰,数而不漏。 执行人员接到任务后,立即展开了对张海楼的追踪行动。 他们根据线索得知,张海楼可能藏匿在某家医院内。 于是,他们迅速赶往医院,准备将张海楼一举抓获。 当执行人员来到医院时,却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张海楼已经化名为张科,躺在病床上装病。 他脸色苍白,看上去虚弱无力,仿佛真的身患重病。 执行人员要求查看他的身份证,以确认身份,但张海楼却拒不配合。 他声称自己病重无法动弹,无法提供身份证件。 执行人员并没有被他的谎言所蒙蔽。 他们深知张海楼的狡猾和诡计多端,决定采取强硬措施。 就在执行人员准备对张海楼采取更为严厉的法律措施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原本躺在病床上装病弱不堪一击的张海楼,突然如同回光反照般从床上猛地跳起,动作迅捷异常,完全不像一个病人。 他的目标直指执行人员的手机,显然是想抢夺过来,销毁证据或者联系同伙。 然而,执行人员经过严格的训练,岂会让他得逞。 张海楼的行为被当场制止,他被牢牢控制住,无法再做出任何过激的举动。 随后,张海楼被带回法院接受进一步的调查和处理。 执行人员对他的病房进行了彻底的搜查,希望能找到更多有关他逃避法律制裁的线索。 然而,除了一些日常用品和衣物外,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张海楼显然是一个极其狡猾的老赖,他不会轻易留下任何能够暴露自己行踪的线索。 然而,就在执行人员以为可以暂时松一口气的时候,次日清晨,他们却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情况。 张海楼的病床上空无一人,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仿佛从未有人睡过。 原来,张海楼竟然趁夜深人静之际,神不知鬼不觉的卷扑改逃跑了。 这无疑是对执行人员的一次极大挑衅和嘲讽。 他们花费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才找到张海楼的藏身之处,却没想到他竟然能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溜走。 法官得知这一情况后大为震怒,他立即要求公安部门全力配合追踪张海楼的下落。 张海楼的行为已经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债务纠纷案件了, 他公然挑战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 公安部门迅速行动起来,他们调取了医院和周边的监控录像, 对张海楼可能的逃跑路线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研判。 经过连续两个多月的艰苦追踪和调查, 法官和公安部门终于发现了张海楼的蛛丝马迹。 他藏匿在一个位于城市边缘的隐蔽临时租房里, 四周环境复杂,人员流动频繁,非常适合躲藏和逃避追捕。 为了确保行动的成功,法官决定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展开抓捕行动。 然而,当执行人员和公安干警破门而入室, 他们却发现房间内空无一人,只有一张孤零零的空床摆在面前。 张海楼显然已经提前得到了风声或者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 再次成功地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执行人员和公安干警在房间内仔细搜索了一番, 却并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张海楼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执行人员在空荡的租房内并未因眼前的空床而气馁。 他们深知张海楼的狡猾,也早已预料到这次行动不会那么顺利。 于是,他们开始更为仔细地搜索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不放过任何可能的藏身之处。 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执行人员发现了床下的异常。 床单被不自然地掀起一脚,露出了一条缝隙。 执行人员小心翼翼地靠近,突然,一个身影从床下猛地窜出, 正是他们苦苦追寻的张海楼。 面对突如其来的执行人员,张海楼显然有些措手不及。 他瞪大了眼睛,脸上露出惊恐和愤怒交织的表情。 他一边后退,一边从腰间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尖刀, 威胁执行人员离开房间。 你们别过来。 再过来,我就不客气了。 张海楼挥舞着刀具,情绪激动地喊道。 执行人员见状,立即停下了脚步。 他们知道,此时的张海楼已经陷入了绝望和疯狂之中, 任何过激的举动都可能引发不可预料的后果。 于是,他们开始耐心地劝导和说服张海楼, 希望他能够放下手中的刀具,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 张海楼,你逃避法律制裁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现在放下刀具,跟我们回去接受处理,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执行人员苦口婆心地劝说道。 然而,张海楼却置若网闻,他继续挥舞着刀具, 声称自己宁愿死,也不愿被带走。 场面一度陷入僵局之中,执行人员并没有放弃努力。 他们继续用平和的语气与张海楼沟通, 同时寻找合适的时机采取行动。 终于,在执行人员的不懈努力下, 张海楼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他手中的刀具也慢慢放低了角度。 见时机成熟, 执行人员迅速上前夺下了张海楼手中的刀具, 将他牢牢控制住。 整个过程虽然惊心动魄, 但最终还是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任务。 随后,张海楼被成功制服并带回了法院接受处理。 面对法官的询问和法律的制裁, 他再也无法逃避和抵赖了。 他因拒布履行法院判决和妨碍公务执行被处以15日拘留的惩罚。 这是他为自己的逃避行为所付出的代价。 在拘留所里, 张海楼终于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观。 他意识到自己的逃避和抵赖不仅损害了孙大姐的权益和信任, 也严重挑战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他决定积极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 尽快归还欠款并弥补自己的过错。 这次事件给张海楼带来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他明白了诚信是社会的基石和底线, 任何试图逃避责任和义务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同时,他也学会了尊重法律和他人的权益, 用诚信和正义去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 而对于执行人员来说, 这次成功的抓捕行动也是对他们工作的一次肯定和鼓励。 他们深知自己的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但他们始终坚守着法律和正义的底线, 用实际行动维护着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法律的尊严。 张海楼的故事如同一面镜子映射出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和人性的复杂。 他的逃避、躲藏、甚至持刀威胁执行人员的行为 无疑是对社会诚信体系和法律尊严的严重冲击。 这一事件不仅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更让我们深刻反思, 在金钱和利益面前, 我们是否能够坚守诚信的底线, 不丢失原则和良知。 一方面,张海楼的行为确实令人痛心疾首。 他利用好友的信任,借款后却逃避归还, 甚至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来逃避法律的制裁。 他的所作所为, 严重损害了孙大姐的权益, 也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诚信体系。 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 不仅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更应该受到道德和舆论的谴责。 然而,另一方面, 我们也不能忽视张海楼在经历一系列事件后的转变和悔过。 在被执行人员成功制服并带回法院接受处理后, 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观。 他意识到自己的逃避和抵赖不仅损害了他人的权益, 也给自己带来了深重的代价。 这种悔过和改变虽然来得晚了些, 但至少说明他还有挽救的可能和希望。 这起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是深刻的。 首先, 诚信是每个人都应该坚守的底线。 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 我们都应该做到言而有信, 行而正直。 金钱和利益虽然重要, 但绝不能成为我们丢失原则和良知的借口。 其次, 我们应该相信法律的力量和正义的价值。 法律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者, 任何试图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都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同时, 我们也应该积极参与到诚信社会的建设中来, 用自己的行动去践行诚信, 传播正能量。 张海楼的故事也提醒我们, 要时刻保持警惕和清醒的头脑。 在面对金钱和利益的诱惑时, 我们要学会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同时, 我们也要学会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共同构建一个诚信和谐美好的社会。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